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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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来提升国内饭店服务品质 并且为所有的旅客提供优质的速度体验 在2019年为了鼓励国内的饭店业者 能够持续运求进步 除了原有的一星五星以外 这一次更添加了月五星等级 主要五星其实不仅仅代表饭店的完善建筑外观 其实更致力提升服务品质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旅客 能够拥有更加的速度体验 而我们瑞瑞之河国际观光酒店 以及台北美福的饭店 在历经了最严苛的审核那家饭店 荣获了最高的荣誉卓越的五星标章 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所有现场的闺女朋友们 跟着我们经历这一切 现在要邀请所有现场的闺女朋友们 移动你们的目光是我们360度的完平 共同来欣赏一段两家饭店的精彩介绍影片 看完这段精彩的影片 相信各位能应对于我们两家获奖的饭店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再次来给予两家饭店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 同时呢我们其实也相信呢 在我们的张总市长以及我们的成功市长 带领夏良家党扩奖饭店能够再创高峰 在翻发包装之前邀请到的是台湾观光协会会长 叶会长上台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掌声有请会长上台 感谢我们的部长 请部长掀声起了 因为待会要邀请部长呢 跟着我们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们 共同来见证台湾观光夜星的领承飞 那邀请部长就我们的颁奖人位置 那第一位呢 获奖的饭店是 恭喜瑞瑞均合国际观光酒店 邀请了十元城饭店集团的 张董事长上台来代表领奖 掌声欢迎张董事长 那现在由我们的部长呢 来授予我们的标章 好我们一同的来见证 这一个珍贵的一刻 能够获得如此的殊荣呢 两家饭店一定都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接下来我们就要共同的来邀请 饭店代表呢 与所有这样的贵宾朋友们 分享得奖的心情 再次的来掌声欢迎 天全饭店集团的 张董事长上台 掌声欢迎张董事长 因为计算完呢 我们要来庆祉大合影 也要庆祝两大饭店 获得了最高殊荣 对啊